不少民众使用扩箱或是香氛产品让自己放松 也让家里充满香气 不过市面上很多的扩箱香氛产品成分多 标示为香精、溶剂等成分安不安全 大部分消费者其实并不太了解 因此消费者文教基金会随机购买13件扩箱相关的产品检测 发现其中两件不符合商品标示法规定 一件检出致癌物质甲醛 一件还检出有引发女性荷蒙相关癌症疑虑的塑化剂 恐怕有危害人体的可能 跟各位说明 因为甲醛常用来制造肥料、纸张、甲板这些东西 也可以作为食品的防腐器 所以说很多的诸家很多的产品 都用甲醛 像消毒剂、化妆品、药品等等 但是室内的空气污染 公认最具有代表性的物质 就是甲醛 甲醛造成室内的一个空气污染 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致癌跟致激性物质 所以说国内对于化妆品 还有食品、纺织品、建筑材料 都有定用甲醛含量的一个规范 但是扩箱产品是没有的 它性质上跟化妆品、食品、纺织品、建材 也有所不同 所以目前在规范上是没有一个强瞎的规范力 但是我们也调查出来 有一件它是有60PPM 有这样一个甲醛的存在 如果我们刚刚讲的 虽然它有甲醛存在 甲醛有这样的一个 对身体危害的情况下 但是这样60PPM 到底对人体健康有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那厚箱产品必须要怎么样来规范 甲醛含量的上限 因为目前没有规范 所以这部分我们也要跟下辈子讲 有这样一个危害的可能性 那我们调查的第三个部分 是关于塑化剂 那塑化剂之前 在我们实案部分 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那塑化剂是我第一类的 独性化学物质 因为它在环境中无益分解 而且容易因为这个生物的积蓄 生物的浓缩的作用 导致污染环境 或者是危害人体的健康 那这个塑化剂部分 一样我们在这个扩香产品 也是没有对此在规范的 那但是我们要跟各位讲 我们在调查的这些样品里面 一件是含有1万ppm 那针对扩香产品 塑化剂的含量怎么样 它的限量是如何 因为现行没有规范 所以我们也提醒消费者说 这些扩香产品 有可能是含有塑化剂的 这样是第三个部分的调查 那再来呢 我们有针对 第四部分关于人造色香 跟过敏的物质 那人造色香 现在因为最初的它也是一样 是在环境中不易分歧 那可能诱导其他毒性物质的增强 所以暴露 在这样的人造色香的情况下 会不会造成健康危害 这是值得关注的事情 那所以说针对人造色香 是不是健康危害部分 目前有很多的讨论 那过敏原物质呢 我们这次也做了调查 那因为含有香味的这些成分 通常含有香精或香料的成分 但是因为有些人 接受到特定的香料成分的时候 就会产生过敏反应 或者打痕迪 皮肤泛逃 效尘症状 所以呢 它可能会对特定的人 针对特定的香料 会产生过敏 那我们这一次也测试了一些 不敏原原的一个化学物 那针对人造色香跟不敏原的这个检测 我们这一次呢 这个也看到了有七件 七件还有这个加热色香的一个成分 那一样如刚刚所说的 这些过敏原原造色香 应该在家里规范部分 也是值得关注的事情 那这次我们调查是讲扩香 那扩香一看到这个香的话 可能第一件事情是要提醒我们消费者朋友 这个香是只能够用文的 它这个是被归类 一般是不会直接去接触到皮肤 也不会是像在食品里面 是会直接摄入到人体 所以第一点我想我们必须要先说明清楚的话 所以在国际间对它的一些管制的话 实际上国内如同我们刚刚主题 国内的话是还在起步了 是还没有 但是在国际间一般来说的话 对于这一些我们会是建议的 建议我们当然刚刚刚刚来讲在这个标示 那在标示 假如说各位注意去看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标示 有一些它有写它的经历 因为扩香实际上主要的话就是让这些香气出来 那香气出来的话通常就是会有这一些所谓的香料 或是香油这些精油的这些成分在里面 然后再把它混在它的所谓的溶剂 或是说它的基础 那这个可能是一些乳机溶剂 或是一些就是用一些油 比如说橄榄油 土套油之类等等 大概是会这样子 那里面真正会让你闻到这个成分是并不多 但是这个成分并不多 但是是很复杂 可能这也是国内赛定这个 还没有迟迟没有出来 但国际间我们可以去参考这个所谓的IFI 就是国际之用品香料香精协会 这个是第一点 那我刚刚看了一下实际上 在我们这13件里面 大概是有两三件 是有这样子 而且它的精油是透过这个IFI认证过 那IFI认证过 它主要是有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个的话 就是它要符合欧盟 欧盟的这一个所谓的 香料的这一个谎规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它会考虑到你今天你这个香料 它适用的部位在哪里 比如说你直接是涂抹在身体上 或是吸露或是食露之类等等 因为它包括食品 所以适用的部位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会商机还是一样 就是说这个只能够摆在那边 就是让室内让它出来再去吸露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它的添加的比例 添加的比例就是 不管是你添加进去东西 因为有些在欧盟那边都有规定 它的含量尽量是多少 所以大概会按照这个原则 那我们这样子回过头来看的话 我们这一次所调查这个13件的话 那我们在塑化机这边有一件 那这个是超高的 这个第一批 那这个是超高的 比我们一般的100ppm 可能是高的100倍以上 但是高的100倍以上的话 这个的话在我们国内 就是在有关化妆品这边 我们大概是只有液管 大概是7项 这个没有在里面 所以这个你管不到 但是国内液管这一个 包装品里面 0.2.3之类 实际上是在塑化技术的时间 但后来环保鼠 为了这个在我们的 毒性化学物质 里面已经增加到10多项 那第一批是在里面 是属于第一类的毒性化学物质 就是这个化学物质 它在环境中 因为它的这一个硬性 所以它可以长期在环境里面 所以那也因为这个 所谓的生物累积 然后生物容缩 不易分解等特性 那会危害环境 以及人体健康 所以它也是属于第一类 所以在这边 小几位是要提出来 现在是叫关怀 其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房 里面所列的这些塑化剂 其他部会可以考量 要把它一并列入管理 虽然现行法规 针对商品标示不符 有要求限期改正 但验出含有害物质 居然无法可管 成为民众健康一大隐忧 这一次小几位针对于 这个相分类 扣相类的产品做的检验 目前我们 由于没有相关的具体规范 那么小几位这次 针对于产品标示的部分 检查认为说有两样 产品标示不合格 那这两样都是从这个电子 商务平台上购买的 那么建议消费者在购买的之前 那么要必须要仔细的比较 来认清具体的商品标示在购买 第二个就是消极会这次检验处 有一项这个产品 里面有甲醛的成分 一项有这个塑化剂 DEP的成分 那因为刚刚有报告过 目前是没有具体规范 那我们还是提醒消费者 能够注意 尤其是对于一些 这个具有过敏体质 或者是妇女儿童幼童 或者是有呼吸道疾病的消费者 那么在使用这些 这个小分类产品之前 必须要注意 那么刚刚检验长有提到 林兰全这一项这个物质 是被这个欧盟的物质 和混合物的分类 目前是归类为过敏原 以及自然物的等级 那在今年的3月1号 才刚刚生效 所以消费者在选购 这些小分类产品之前 大家确定必须要看看 看看这个成分里面 是不是这项的物质 如果针对过敏品 过敏的体质的 或者是妇女 或者是幼儿部分 在选购这些商品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那再来呢就是说 你在使用这些扩箱产品的时候 你建议消费者 要维持这个通风 不要让这个 封闭的 比如说有害的物质 没办法挥散出去 欢迎他如果有害的话 那针对这些产品 因为现在资讯也非常发达 所以我们今天消费者 可以就这些产品 所标示的成分 可以去上网查一下 这些成分 有没有什么健康的危害性 再做确定寻购 那最后 我们也建议这个 主管机关 针对我们刚才所提出来的 跟健康有意义的 是不是要 建议相关的规范 我们也很请主管机关 餐桌 那是不是就这些产品 就这些有 可能有健康 有危害之余的 这些成分部分 做一个含量的一个规范 另外呢 我们也发现说 这个电商平台 所贩卖的物品 不合格比比较高 市售扩香和香氛 琳琅满目 消极会建议民众 购买前看清楚成分 相对安全 同时也呼吁政府 应尽速订定扩香 相关产品的规范及标准 并要求业者 标示全成分 让消费者有选择的权利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导